如果看現象就是這個2026、2027金的流年 它上升了 去到無數年的時候有一個調整 接著紀駭年的時候衝高 庚子年再衝高 然後去到6月份的時候開始慢慢回落 回落 去到薪酬 停滯 接著急重落 即現象會是這樣 看你那個Dow Jones的走勢 配合這個8月有這樣的情況 而我們見到2020年庚子年和他大運庚五 這個子五是雙衝的 凡是大運和流年雙衝 我們叫做一個碎運不和的現象 那一定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動盪 而第二 這個庚子年又是剛好和他的粵柱隔五天黑地衝 記得大家看過我講香港的八字的時候 不是說過流年庚子和香港的粵柱天黑地衝 代表改朝換代的 所以相信美國的八字裡面來說 根基和暗天黑地衝 都會有很類似的現象就是改朝換代 現在美國的八字是特朗普做總統的 即是說2020年很大機會特朗普是有機會要下台 和我之前大家可以找回我有一集是說特朗普的八字 我們都說過特朗普在這個2020年裡面來說 是很大機會不能夠當選的 這個現象是有點不謀而合的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究竟2020年 就是西域的10月11月的時候選總統的時候的情況 好 好 師傅 其實2020年你說了對美國是一個大的轉變 其實還有一個話題我一定很想請教你 就是貿易戰 那下一集會不會你給我們一些提示呢 好 試一下吧 下一集跟大家分析一下中國的八字 和美國的八字互相的比拼 這個貿易戰會不會可以找到一些提示給大家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李應聰師傅 好 多謝大家 拜拜